关于我军101南程舰编队探访美国阿拉斯加阿留森群岛海域的消息还在滚动发酵 美国官方之后发布消息 然后又删除再重新发布 并强调中国军舰编队未进入美领海 实际上这对于一直在全球各大洋角落都异常强势的美国海军来说 绝对是一个不太友好 向国内解释的新现象 国际法规定了各国拥有沿海大陆以及12海里的主权领海 当美国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公约法 并坚持沿海大陆架以外三海里的主权领海概念 美国以海上的力量一支独霸的势力制定单边海洋行为规则 现在却陷入作俭自负的被动局面 比如美国强调中国军舰未进入美国领海 到底是指12海里领海线还是三海里领海线呢 诚然如果是12海里领海线 按照美国至今不承认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美国已经被破防了 这对美国来说是很丢人的 但又无话可说的尴尬 有人说美方说的是中国军舰在阿留神群岛经济专属区活动 但按照美国自己制定的规则 三海里领海线之外都是专属经济区 所以美方在明知道会越描越黑的前提下 只能含糊地称赞中国海军的所有海上行动 表现都很专业 所谓慌乱必出错 在美方公布的中国海上编队 组成名单中只有三艘舰艇 而把具有重要意义的799金星舰情报搜集船给漏掉了 对是否还有中方潜艇装备 参与也并未做说明 799金星舰加入 显示中国海军编队配置越来越成熟 美方在9月12日透露 中国101南昌舰编队探访阿流深群岛海域行动 发生在8月30日 而此前在8月22日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 8月25日通过宗谷海峡进入太平洋北部 外界不太注意的是 东海舰队的165姿勃舰与151郑州舰和136航州舰 组成的海上编队 穿越了宗谷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8月30日和9月8日 从南北两个方向穿越日本岛链重要海峡进入太平洋 一支舰队直插北美军事要地 一支舰队在第一岛链来回穿越 让美日充分感受了一下自由航行的公平性 从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金部发布的消息来看 9月8日穿越宗谷海峡的156编队 并不止三艘水民舰艇 日本防卫省在9月12日的新闻稿中宣布 自卫队发现一艘在日本南部岛屿 沿美大岛周边海域活动中的中国海军潜艇 海上自卫队的空中和海上部队 正在对这些潜艇进行监视 从9月10日到9月12日三天时间里 海上自卫队派出了五个海空军作战单位 参与对中国潜艇的跟踪 包括陆五舰空基地第一舰队 航空连队的P1海上巡逻机 鸿美海军舰空军基地的 第四舰队的航空连队的P1海上巡逻机 纳巴舰空基地的第五舰队 舰空连队的P3猎狐座飞机 无限第四护卫队的四中队高波级 DD113联播号 佐世宝第二护卫群 三中队宇村级DD1102春雨号 上述实验段 这艘疑似039级宋级常规潜艇 一直在水下活动 日本对该型号的潜艇信息并不陌生 而且日本海空作战队 五个作战单位的跟踪监视行为 都受到了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制约 日方称 可以确认是中国潜艇 因为它一直在052D型驱逐舰附近作业 综合前述信息来看 这日方五个反潜作战单位 秒怂的052D驱逐舰 应该就是156滋博号 该舰是2020年1月12日 刚服役的052DL型改进型首舰 五倍综合性能 接近最新式的055万吨驱逐舰 日方很清楚 在我军的156编队面前 战不到丝毫便宜 军事专家称 中国海上力量编队已经形成立体化作战能力 为未来PLA航母舰队 族行大洋演练和战略巡航任务 夯实基础 另外 按照156编队的配置 8月底在美国阿流深群岛海域探访101海上编队 应该也至少包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 或者战略潜艇 有记者询问 为何确定核潜艇是中国的 日本访问什么要是 在核潜艇进入的该地区间 曾有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路过 因此他们认为 这艘核潜艇属于中国海军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任何国家的核潜艇 在进入到他国领海时 必须上浮并悬挂上国旗 这样做的目的是 表示自己路过并非挑适 还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被误伤 不过这个海洋法公约 并不适用于海域叛林区 当时这艘已死中国核潜艇 出现的地区 正是路而岛叛林区 所谓的上浮悬挂国旗 就是没有必要了 日本突然大肆炒作 中国核潜艇进入日本叛联区 还叫嚣 已经将这艘潜艇锁定了 不上浮就开火射击的新闻 无非是想向国际宣扬 中国是在挑戏日本 这种小心思可谓是路人皆知 而日本防卫省 指名典性更是想要牵制中国 营造出一种中方主动挑衅的氛围 有一说矣 双标这种事 日本如今已经和美国差不多了 自己可以去他国海域自由航行 但他国舰船 却不能来日本海域依法航行 这种做法简直是令人作呕 日本防务大臣 岸信夫在描述此事时 强调这是日本自卫队 除了收集情报外 还对所谓的中国核潜艇 进行了全程跟踪监视 还动用巡逻机和驱逐舰 对潜艇进行了多方面围堵 不过结果也是显得意见的 日本海上四卫队并未能成功拦截到该潜艇 反而让其在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由此可见 被称为世界前沿的日本海上四卫队的实力 也不过而而 能让他国核潜艇 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四国海域 还难以对其进行拦截 日本海军这次还真向美国保护了 不然可能让人家连老家都端了都不知道 近年来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 博弈不断加强 美国的小弟们为了表示忠心 也纷纷开始对中国采取行动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日本 所以近一段时间 日本一些政客频频口出谎言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菅义伟放弃了参加下级首相 而他们就是想通过这种打擦边球的仪式 在国内外谋求政治利益 除了时时刻刻向美国表露自己的中心外 日本还在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方面 轻出于蓝而胜于蓝 把美国这个威胁论的开创者都比下去了 如果说美国每次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捕风捉影的话 日本则是连半点证据都不讲 甚至自打嘴巴都要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 日本防卫省近期就在无凭无际的情况下 狂吵一次中国潜艇逼近日本领海 并下令自卫队出动重柄 试图制造紧张博弦球 而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防卫省9月12日 在陆尔岛县野美大岛东潘连区发现了一艘正在潜航的潜艇 因为没有办法拍摄到水下的图片 所以日本没有办法 但领该潜艇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但是由于发现这艘潜艇之前 日本方面曾在附近水域发现一艘中国海军的驱逐舰路过这里 日本防卫省就想当然的认为 这驱逐舰就是在给潜艇护航 这艘潜艇可能是中国海军的 而在发现一次中国潜艇不久后 日本防卫省又发布了消息 曾有一座潜艇在陆尔岛县横登到西南偏西的 潘连区外侧航行 从东南向西驶去 为此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给海上四位队下达指令说 保持紧张感要收集情报 做到警戒监视万无一时 日本高层都这么说了 那日本海上四位队可不得行动起来吗 事实上 日本海上四位队被这两侧发现的潜艇 闹得是鸡飞狗跳 据悉 海上四位队出动了他们引以为傲的 PE反潜巡逻机 以及联号和春雨号驱逐舰围堵围堵这两艘潜艇 而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次的围堵想是失败了 啥都没有 你隔着叽叽歪歪 还真是愈加之罪 何况无辞啊 你以为日本到这里就结束表演了吗 并没有 可能是中国潜艇之后 日本又立马声称 这艘潜艇是在挑衅 并大言不惭地表示 要点名中国 已是牵制 先怀疑再做事 日本 你这套不用证据自言其说的扣帽子套路 还真是内行啊 不过 日本媒体却最特表示 潜艇在他国领海外的 叛连区潜航并不违反海洋公军 你日本一边承认 潜航不违反国际法 一边又在啥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 对中国兴师问罪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你自己才是最大的威胁 日本 你是忘了自己经常跟着美国 把军舰跑到中国家门口吗 你别的没学会 你美国大哥的双标伎量 学得炉火纯青 没有证据 信口四黄 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对日本所谓渲染 中国威胁 我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早就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日方接二连三的拿中国说事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无理指责中方正常的国际建设和军事活动 对中方正当的海洋活动说三道四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 这是极其错误和不负责任的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经向日本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优优独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